就是您刚才用的那个大的那个 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 您这个石头呢 因为是我看嘛 我肯定用的最好的嘛 对不对 老星你有阶线 然后里面呢 还有红色的红星 哦 星星 都叫红星 但你这个石头也会变黄的 也会变黄 对 所以我说是一个 可以陪着你慢慢变老的手 谢谢 打印的时候刚才没人听课的 可能现在就完蛋了 对对对对 怎么要打印你啊 这个手要去打的 有点开粉底的意思 就是怎么拍粉底怎么来 用手不要去按 用手腕打 速度要快 哎 打起来就好 对 就OK了 是位女生比较擅长 我们两个这个打粉底啊 我们三个女生 真的是在打粉底 还得是女孩啊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怎么打 打粉底啊 我这肯定可以了吧 再打会儿 对 按住纸板不要动 轻轻地拿起来 拿起来不要动 哎 可以 还可以啊 你这个盖得特别好 哦 我这个按歪了 观念我刻得也好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 你这是一点都没刻心 好 刚才你这个 你弄的什么样 老师都会说好的 因为是踏课了 对 就花了三秒刻 我这两次 对 三秒 就是慢慢地按下去 来了啊 仪式感 怎么这个动作这么熟悉呢 敬酒 跟敬酒有点像 在这个中间直直的按下去 从顶顶上多多用点劲 哎 对 对 然后拿起来 哎 对 好看 好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印 这次印的好 哎呀 不错 我这个比较明确的能看出我的名字 你这个也是 哎 可以的 不是 你这好好看啊 这念什么呀 就你的名字啊 这是蒋 这蒋 蒋龙啊 对对 我记住就行了 那你这好好看 对 哎 好 好 老师 老师 是一样 哇 那这个好好看 好好看 还可以啊 好好看 彤哥这个真是可以 咱俩都是 加了只印 只印 可以 我觉得这个内力很重要 很完美很完美 漂亮 香 可以 OK 这我是猪印 猪印是什么意思 哇 你这好看啊 就红的像苹果一样 今天每个人收到的这些印章 就是由今天早上 跟大家见面的 乔老师 王老师 林汝老师 冯丽老师 和金恩南老师 这五位老师给大家课的 谢谢 任领一下老师 我那是您的课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来 蒋老师 谢谢 那这我是猪印 对 因为我觉得 你这个笼字很有设计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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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性的 很好看 谢谢 那我们那个亚洲的那个粥 就可以喝出来 就是也吃到成了水 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西林艺术 其实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这段经历也非常的宝贵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到西林艺术 到中国艺术博物馆 西林艺术是以宝丛精实研究硬学 简直书化为宗旨 我们不仅有研究这样的一个 比较高端的一个平台 其实中国的印章 钻刻艺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 今年是我们西林艺术 120年庆 刚好是双甲子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个盛事 大家能来映射 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们映射 现在在举行大量的 专业类的活动 但是近些年 我们其实在 比如武进 进学校 进企业 在年轻人这一块 我们也在致力于推广和宣传 通过你们让更多的年轻人 能喜欢了解西林艺术 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我们大家举办这一次活动的事情 就特别有意义了 大家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寄语 那通过兄弟们跑进孤山 跑进西林艺术 我们希望的就是 能用青春来致敬经典 让传统文化 焕发年轻的姿态 也感谢大家 我们老爸西林艺术 那今天我们十位就 入一下会吧 变成这八百一式 目前只有社员五百余人 只有具备极高的艺术造诣的人 才能入会极高 我可以 那这个我可以 应高也算吗 就这么真想去 让我加入 看出你想去那个心了 看出这个心了 看出这个心了 西林艺术社员的传课和书法作品 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 常常一应难求 2016年杭州G20分会期间 西林艺术社员就曾为与会的各国元首 智信名印作为国礼相送 国礼 哇 因此 厉害了 西林艺术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IP顶流 今年正逢西林艺术创设一百二十年 其珍藏的中国著名音乐家 书法家李苏彤先生的两方印章 也将首次展出亮相 今天大家在游览西林艺术的过程中 也将有幸一睹这两方印章的真容 哇 李苏彤先生是《纵别》这首歌的作词人 纵别大都会唱吧 会唱 要听深深老师唱 北琴 不要专门唱 我很尴尬的 刚才录会的时候你多积极 情不自禁地唱唱才对 好 接一下 顺畜 是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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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по 灵魂 一条座就心惧还 今小别梦寒 我们右手边就是美丽的西湖 然后左手边就是 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林映射 哈喽哈喽哈喽 你好 你好 好 你好 各位跑团团的伙伙们大家好 我们两位都是西林映射的社员 就是那八百分之二 八百分之二 您好 您好 我也握个手 八百分之二 他们就是只是一些想跟你们接近一下 然后握个手 然后我也是 我是金南 我是冯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月行门的上面有四个字 那么很多朋友呢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呢 会把这四个字读成了设计冷面 或者是 那么其实这四个字呢是西林映射 它是从右往左读的 那么这四个字呢 也是我们西林映射的社长沙孟海先生提写的 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两位带领大家一起参观西林映射 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各位跑团团的成员们 大家一起推开西林映射大门 我们一起步入映射的殿堂 好 走走走走 哇 这小样 这么大呀 对 好漂亮 我们的西林映射呢是一九零四年创立的 那么到今年呢正好是一百二十年 哇 各位能看到上面掏声听东者印学画西林 其中这个印学画西林的意思就是 提到印学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西林映射 对 对 其实西林映射呢就是相当于我们 印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 它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喜欢印学 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到这里来朝圣 老师们这些也是印刻刻的吗 这个是先是画的 然后后来就刻在这上面 刻的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地步入我们的印射 这里呢就是我们印射记载历史最早的一个建筑物百堂 那么上面这四个字呢就是我们的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提写的 我们现在一起步入百堂 大好湖山 规管里 温边风月任平章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社四英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1904年我们创 创立西名议社的时候的这四位先贤 那么每一个先生呢也都各有所长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人先生呢 他就是比较精通于我们的这个甲骨文书法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王福安 王寿奇先生 王福安先生呢 他就在我们的书法和篆课上面呢 有的非常深厚的一个造诣 那么第三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叶周 叶维明先生 那么这个叶周先生呢 他不仅是我们精通金石这个研究考据之学 同时呢他也是我们西陵的首山人 那么巨首西陵有四十年 然后呢是吴隐先生 吴隐先生呢 他就是在这个书法研究之余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印社的管理和经营呢 有着非常精通的一个思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历任社长 那么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心灵营社的社长是哪一位吗 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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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附电了很多 我们现在这个心灵营社的社长是空缺的 对 就是我们心灵营社社长的这个推举 一直是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 这样呢才成立了一个我们精英之社 那你想当社长的话需要考试还是 没有 这是大家共同推举的 就是学界的一个公认 对 这么个地儿 走 很好 这里呢是前山石坊 那么这个石牌坊呢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关注到了我们杭州刚刚 这个圆满成功结束的这个亚运会 对 那么这个石牌坊是在我们很多亚运会的宣传片里面 都有出现过它的身影 那么可以看到它上面刻了一个对联 石藏东汉民三老 西林社藏了一块看待着三老碑 这个左边呢是社节西林纪念年 就是纪念这个二十年的时候 那么大家还能看到这个地方有 渐入佳境四个字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从这里走上去 我们会看到更美的景色 就能渐入佳境了 走走走来来来来 祝我们的人生渐入佳境 大星哥也要再走 谢谢 一定要来 他连这个地方都是那个印的那个张 其实西林社上面这么多的景观 都是这一百二十年来 我们的先贤不断地积累下来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养贤亭 好 我们也请各位跑男团成员们看一看 我们这张面前的石桌有什么特别之处 上面有很多课了很多课 特别有一层 对 在这个石桌的周围一圈呢 有一圈的这个石刻的名文 那么这个名文呢 是由我们的创设四英共同合作的 那其中呢 这里面有第一句话 龙虹印学开南宗 完全看不懂 他是用小传的小传来写的 我都认识 我也是 对 别扯了 那么 好 后面呢 这个呢 二 这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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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开 二 可以啊 起一反三 起一反三 那么其中这第一句话呢 龙虹印学 龙虹指的就是我们 这个浙派传课的创始人丁靖先生 他开创了一个浙派 那么浙派呢 是我们这个传课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流派 那么除了浙派以外呢 还有婉派 婉派 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 对 浙江嘛 婉市安徽 对 婉派 婉派 那么这面社员的签名墙呢 是这个我们 心灵印社建设 110周年的时候 那么所捐客的 老师您的名字在上面吗 我们的名字还没有在上面 因为我入社的那一年是2013年 就是到现在正好十年前 就是刻这面墙的时候 他入社的时候呢 这个只有21岁 所以他是我们现在 这个最年轻的 心灵印社的社员 他比我小一岁 他是第二年轻的 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 如何成为一名心灵印社社员 我应该够了吧 我觉得你可以 应该是45分以上 我这个年纪应该是够了 我只是符合这一项 我告诉你 45分以上 你够了 在业绩比较有影响力 对 业绩的影响力 对 两项了 还要有多篇的这个 学术论文的发表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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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呢 总共有七项很高的标准 后来就被人知道了 我怕你真玩 怕我今天晚上就受不了了 怕你真玩 对 然后呢 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叫考试入社 像我们这些很年轻的 我们就需要通过 考试的这个途径 进行一个国际的海选 考课字吗 对 考现场 转课和书法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特邀入社 像我们这里面 很多外籍的一些 像龙乐恒先生 著名的汉学家 马岳然 这个 都是 我们通过特邀入社的方式 来邀请他们入社的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红雪镜 那么红雪镜的名字由来 是源自于苏东坡的一句诗 《人生到处之河寺》 《鹰似飞红踏雪泥》 哇 这块这个石刊呢 上面也捐刻着一些文字 艾尔蒂醬 能不能 长 艾尔蒂醬 你跟你走那个特邀 就是那个 对 那么这里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啊